幸福好煮逸 煮逸给你好幸福 大家好我是煮逸 夏天快到了 东南亚料理最好吃的就是 芒果糯米 把我们糯米洗净 浸泡三个小时 先把糯米固平到我们的吹饭布上面 折叠好 放到我们的锅中 蒸20到30分钟 接下来就可以来处理我们的椰浆的部分 小心翼翼的确认 有 我有放 把我们的椰浆全部都放到锅中 中小火 然后加入一点点的糖 加入盐 然后我们让它全部的均匀 滚了之后呢 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冷却一下 芒果 先削皮 把它切成小块状 把它切成小块状 接下来中间这个呢 就是通常大家 会不知道怎么处理的 那你知道怎么处理吗 就是吃掉 那我们处理完我们的芒果 还有椰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的糯米也差不多好了 然后把它放进去之后你看 它上面完全没有一颗糯米哦 如果你想要买的话 麻烦请打个电话 我们现在爱时尚没有打折 没有在卖 没有在卖 椰浆到3分之3下去 趁热的时候呢 赶快搅拌 把它焖住 这样就可以了 剩下4分之1的椰浆 让它加热 加入一点点的玉米粉水 把它勾芡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关火 做最后的盛盘部分 糯米的Q 然后再加上椰浆的香 我觉得最妙的是它碰上了芒果 因为芒果它是有点酸甜酸甜 那种香气很重的味道 可是呢 它又不会强调椰浆的很有特色的味道 所以很值得大家在家里自己试一试 这个泰式芒果糯米 好 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在录影 对啊 等一下你抓个XXX sorry 我们现在在录影 我以为这样会比较多西方的剪进去 没有 我会 不会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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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